孔子这一生啊 三千弟子 七十二贤人 三千弟子 七十二贤人 他这么多学生 三千 然后七十二个贤人 那孔子那会儿没有班级授课制 对吧 他这个三千弟子年龄最大的 跟他就差个五六岁 有的说是四岁 像什么子禄这些人 年龄最小 这比他孙子都小 那比子私都小 那你想他这一辈子从爷爷交到孙子 他能用一种方法吗 所以孔子是典型的 因才师教 对吧 因才师教 咱们今天这个就所谓的这个 教育改革 倡导素质教育 我个人认为啊 素质教育跟应试并不矛盾 你作为学生来讲 会考试就也是一种素质 没听说过考上清华的比考海跑的素质低的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你看那个都什么 那学校都什么样 女孩子 女学生校园里都叼着烟 你见清华有这样的吗 清华可能也没女学生 这意思 他绝对他不会 说这个人就说他他什么 他哪哪素质都低 就会考试 不可能 就学习好 其他素质都低 就不可能 那不可能 所以你今天说这什么 这个素质教育动不动就整点扬名词 整点扬名词 原来就是苏联那些司机们怎么说 著名教育家 苏霍姆林司机说 你应该上哪开车去 现在不用司机说了 苏联帝国解体了 美国著名教育家 乔治杜威 美国著名教育家 布鲁姆 拉倒 非得名字带点的 这帮人说 孔圣人就是典型的素质教育 因才施教 对吧 我小时候 老师问我们 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大家一口同声 科学家 我长这么大 自然博物馆和天文馆 我都没去过 我对自然科学是 从幼儿时代就没有任何兴趣 但是大家都得一块喊 科学家 都想当科学家 都想当科学家 你说我想 我想将来做个高点师 老师能骂死你 能骂死你 国外绝对不会有这种事 首先老师不会问 你将来想干什么 这是人的隐私 你管是想干什么 我想抢银行 能告诉你吗 能告诉你 老师首先他不会问 说你将来想干什么 即便比如说 我主动跟老师说 我的理想将来做个面包师 老师要大力的赞扬你 对吧 大力的赞扬你 你因财实教 你干 你有兴趣的事 并且你有兴趣的事 你还能够 要干好 这是你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明白这意思吗 这就是你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就是最快乐的事情 我教历史 我最喜欢历史 我干了 还能干好 就这么个意思吧 就这么个意思 道理一样 你别为了这个什么事 我干的是我不喜欢的事 我本来不爱学这个 我本来不想当个科学家 我们家 非逼着我去 非逼着我学医 我看一眼死尸 我一个礼拜吃不下饭 非逼着我 天天跟那儿拉 你知道玩意儿 痛苦 很痛苦 那确实很痛苦 所以孔子这个思想主张 是很了不起的